各位鄧姊妹你們好,很祝福Jenny和Michael 神祝你們,Jenny請我分享信息,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應該介紹一下自己的,其實Jenny有個機構叫SEEBEL 是一個向學生宣教的,即是怎樣教導人,教英文來宣教 我都是那個機構的董事,跟他一起,也曾經跟他去過有不同的國家 所以他就邀請我一起參與,他曾經去15個國家宣教 都是想訓練人士共生,大家在網上找葉牧師 你會見到我很多影片在Youtube,都是很多是訓練人,更新你的領域 所以我先來介紹一下自己,我是Pastor Timothy Yip 我和Jenny,我也是一位主席的主席 團隊訓練人士去教英文,我曾經在15個國家 我和Jenny,我曾經在15個國家宣教人士去教英文 我的主題很簡單就是建立婚姻 我這個主題不只是給他們,其實是給每一位在座已經已婚 或者是你未結婚,但你都希望結婚 或者你都不想結婚,不過怎樣跟男女相處都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很多時候婚姻有困難在哪裏呢?因為男女的分別,很大的分別 為何男女的分別呢?神做男性很體重行動,目標方向 有時是喜歡輕鬆,享受活動,而女性的特色呢?就是女性是關心感覺 即是婚姻快樂大家都享受和得力,但如果婚姻辛苦是很辛苦 我想再說,或者認識一些人,你自己的婚姻都覺得困難 因為男性和女性的分別,例如你見到男女走在一起做甚麼呢? 不是談心事的,下棋,拍照,有些甚麼活動打球,女性走在一起做甚麼呢? 說一下心事,有些甚麼不開心,女性如果有不開心一定要說 不說是不行的,好像會壓力爆炸那樣的 女性的特色就是她們的感覺是很重要的 這都是神做人,因為女性就會留意感覺 所以通常我們作為子女,我們會記得媽媽怎樣關心 我們多過爸爸關心的,雖然爸爸很多都有關心 但媽媽通常就比較留意到子女的感覺 這就是男性做男女的不同,女性就會看重那個感覺、關係 以及回應她的需要、她的感受 而男性有時會脫漏的,所以很多婚姻的困難在哪裡呢? 就是女人就很想,那個太太很想說 哎呀我不開心啊,臭小子很困難啊 家庭甚麼問題啊?那個男人怎麼回答的? 你搞定啦,不要緊要,這是小事而已,不要緊要,沒所謂啊 為什麼呢?因為她覺得這些事情不要緊要的 就是不用麻煩跟我說,不用那麼長氣的 所以變了就有衝突 我 briefly summarized what I said in English that,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s one difficulty of the marriage because God made women 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responding to the feelings they want to talk about their feelings, they want relationship they want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and so women, if they have something unhappy, they want to talk about it if they don't talk about it, they feel pressure, like a pressure cooker and then for the male, they don't like to talk about feelings they want to do things, action, have fun, be simple, you know go to sleep, if you have problems, go to sleep, watch a movie so there's difficulty before the fall of mankind, there's no problem because men and women have love but after the fall, they cannot love each other and they don't care for each other now, of course there's love, but then there's lack of love so the men sometimes cannot take care of the woman's feelings and then the woman is, she has too many concerns so she keeps talking and sometimes criticise her husband and the husband gets frustrated that this is a lot of things actually,神創造人有原因 因為男女神做我們很特別 就是人類未墮落之前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當時人會睡得呆 但當墮落之後,男性就沒有興趣聽女性的問題 很長氣,你快點收下,我不想聽了 女性就很怯了,有些太太跟我講 她說我和我穿蜂蜂蜂好像和鳳牆經濟差不多 即是無法反應 因為男性不喜歡回應感受 所以想,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女人心海底針 我也不知道她為何為何如此不開心 為何如此烦恼 為何如此激氣 我也不知道這些小事來的 所以我很多次婚姻輔導 我問他們 你們婚姻怎樣 那個男人說 沒事 很好 我的 那個女人說 不是 很多問題 她又不聽我說的 她有她自己做的事 她又聽不到我說的 又不關心我的事情 很多這樣的聲音出來 OK 在這種情況之下 既然男是這樣的 女是這樣的 有什麼調教的方法呢 是有的 有方法調教 怎樣調教呢 就是說 男人需要學 留意女性的需要和感受 先好結婚 好結婚就不是的 結婚都不知道的 很多人結婚不知道 原來我要聽太太說話 有些男人說 如果我要聽女人說話 我就不結婚了 就是她沒有準備好 但是她又想結婚 她又想生兒子 還有男性的確是 男性比較著重性關係 她很想有性關係 這是一個原因 變了她在婚約裡 她只是想得到她的東西 但她不想付出去聆聽 所以男性是需要學習的 所以這些是她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解決 the way to fix it is that men need to learn to listen and respond to feelings but some men will say if I have to respond to her long nagging I will not marry but many men want to get married because they want to have children or family and also it's a fact that men are interested in sex I hope you don't mind me saying that clearly that is a fact so they want to have sex and so they want to get married but they don't w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wife so that's a problem I don't want to get married because I don't want to get married I will just be able to talk I can be able to talk I can be able to talk Well,既然是这样 那女性又怎样去調教呢? 几个女人走过来说什么呢? 不开心的时候 我老公真是很烦的 又不收拾又乱 你这样那样又不听我说 真是很辛苦 因为她不开心 她有很多惊喜 她丈夫不听她就找其他朋友说 这样就会慢慢造成一种对丈夫的不信任 而且是会踩下丈夫 她不行的,她哪里可以的 她不会关心你,她不会做什么的 就是踩下都挺常见的 有时候那些太太都说 哎,我丈夫很慢的,没有反应的 不行的,她做事做不到的 就是会很容易有这个倾向 就像圣经所说的 尊重你的丈夫也都信服 我说了信服,我都简单说一说 圣经是有说到 彼此信服 在《以弗所书》五章那里 太太信服丈夫 不说彼此信服 就是丈夫也信服妻子 怎样信服呢? 妻子说她需要的时候 丈夫会回应的 会回应,会关心她 这样的时候,婚姻就会更加好 好,女人可以做什么呢? 在婚姻里面,既然这么多不不满 可以用一个柔和的方法说出来 但因为女性很多时候 那个情绪比较难控制 所以她一说已经想完了 男性不想听了 好了,怎样呢? 是需要两方面学习的 男性需要学聆听,关心,回应 即是她说,我知道你辛苦 其实很多男性很难这样说 她不会说,我知道你辛苦 她会说什么呢? 不,你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即是不喜欢教,指导 但太太是不喜欢听这句说话 因为太太想告诉她 我很不开心 你接受我不开心 你安慰一下我 你陪我,你听我说 女性是想这样的 但男性是未懂得这样做 所以女性可以引导她 当你听我说话 我很开心的 你回应我的感受 我会很开心的 你不要只教我 你跟我一起面对这个困难 这就是女性需要学习 就是怎样去引导丈夫 所以女性需要做什么呢? 他们需要指导妻妻 因为很多妻子有问题 在理解女性 我们在中国的心里有这个小说 一位女性是尝试的 是像一般的 像一样的一样 你会找到那些水 你会不见得到 你不懂得 你不懂得 很多人说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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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试 我试试 这是难 你不懂得 男性 上一样 女性 所以女性 能能 看男性 女性 女性 我试试 你听 當你聽著我,我會很開心 當你坐下和我打開你的電腦 當你聽著我,我會很開心 當你告訴我你的心,我會很開心 所以女人需要學習去導致男人 男人需要學習慷慶和優秀 為何我們有動力處理婚姻 因為婚姻不好,甚麼都不好 一個人愛主,有很多教徒 我愛主,我祈禱,親近神,全婚姻,建立靈靈 不過如果婚姻不好,可以說是空了 很辛苦的 一方面全婚姻,教人,愛人,關心人 但在家很不開心 是很難做一個好教徒 所以保守婚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能夠大家去明白對方 體恤對方,是回應對方,是非常困難 因為人的本性,不是很喜歡去想對方 人是多數想自己 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說 很多人結婚,她怎樣說呢? 男的怎麼說呢? 我那個女朋友又漂亮又開心又笑得很有趣 跟她玩,真的很開心 通常都是說那個女的有甚麼吸引她的地方 很少會說 我準備娶她,我要愛她,關心她,回應她 她有甚麼困難?我要關心她 令到她歡喜 很少人有這個心理 即是說,我的未來太太,她的女朋友 真的很開心,我喜歡她這樣 但當她發覺結婚之後不是這樣 她就開始懶惰了 太太以前是一個很可愛的少女 結婚之後就變成一個暗沉婆 很長氣的 暗暗沉沉 永遠都不知道她說她的心是甚麼 於是就會失望,就會很辛苦 而那個女性呢 當一個男生追她的時候 那個男性通常來說 因為男性追女性是一個事務來的 可能,未必全部是 不過很多時候是事務 她都有感情 不過她要達到這件事 她要成功追到這個女性 這個是男性的特質 就是要成功 那麼追女性呢 當她追到的時候 任務完成 那就OK的了 即是很多男性結婚時 任務完成 我終於一天回家 我就是一個好的丈夫 我基本事都做 不過你不要叫我這麼詳細聽你說話 就變成了很多男性 是沒有這個心理準備 進入婚姻的時候 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 那個期望達不到的時候 她一方面回教會 但是很多子女說是甚麼 我爸爸媽媽回教會 是有事奉有很多事 不過回家就吵架了 家裡就好吵吵的 很多不開心的地方 所以 那一位女士说,他之前的婚离,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但他现在还能够住了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每个人都只想得到什么他们想得到。 那是为了很多人的婚离有问题。 所以,如何处理它? 是因为女士说,我希望婚离有好好的婚离。 所以,我希望她会帮助她的婚离,因为它是难以为男人理解的婚离。 现在,我学习了婚离。 我教设很多人。 但我告诉你,我还是会有男人。 它是难以为我完全理解的婚离。 我告诉我妻, 我还不理解你。 我说,我都很理解你。 我还不理解你。 我还不理解我。 所以,我都很理解你。 那是对我。 我所谓的婚离,我必须要习惯。 我都在和我太太说。 我再说一句,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婚离。 我希望婚离是好的婚离。 我希望婚离能够好好的婚离。 所以,我们能够好好的婚离。 I put time to build up the relationship with my wife And to build up the relationship And we can serve God together And happily That we are really serving God together happily And I thank God for that And I have to pay a price That I'm willing to listen to her And I see that that's how it's helping me to grow It's helping me to grow So it's not just wasting time But it's helping me to grow So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at 即是說很多時候 我們婚姻 我們結婚就要想著 我們放時間 心機在我們的背後身上 去祝福她 去關心她 去聆聽她 有時我們不太明白對方 為何你這麼不開心 如果是我 我就不會不開心的了 因為我們自己有我們的性格 所以我們很難明白別人的 那個是想法的 但當我們嘗試明白 請你告訴我你有甚麼感覺 請你告訴我你有甚麼不開心 你告訴我我願意去回應你 這個就是謙卑 我願意回應你 那我們就能夠猶和謙卑地處理 但可能在座有些人說 好像你說的這樣就好 兩個都肯處理 那當然好 但很多人說不是 她不肯聽我說話 她不肯聽我的 不肯回應的 所以婚姻好一定是兩方面一起的 回到家我們就跟她溝通 我也想我們分享更加好 我們的生命更加好 我們視乎更加好 那我們 不如我們嘗試 要能夠溝通 聆聽 而真正很重要 溝通背後一定有愛的 溝通不只是聽人說 又回應人 而是 我真的想令她開心 但在我的心態來說 我不想我太太有一次 覺得我是不理她 傷害她 令到她痛苦 我不想有一次的經驗 因為我太太真的對我很好 是很大的開心 我不想她存留一個印象 我會有時不理她 不喜歡她 不關心她 我不想她留這個印象 這個印象就會破壞了婚姻 就算我建立了都會破壞 所以我不想她留這個印象 我總是想任何事一發生 我盡快去處理 能夠讓她看到我 是真心為她的好 為我們的好 為神天國的好 所以這就是我的影響 我的影響是 我的影響是 我妻子和我可以 祝福神的幸福 她真的愛我 我希望她的印象 我永遠有感覺 我真的愛她 我沒有讓她 我感到她 我不合心她 我沒有要付金她 我對她 我沒有要付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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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既那感覺 這一次 感覺出發生 它會傷亡 我希望她 這些如果說 我希望她 我要做 我希望她 為我的日子 要做 會 我們要跟隨神的會, 讓我生命中會成功, 我會祝福神在我的婚姻, 在我的相關與神, 在我服侍神, 在我祈福其他人。 我希望大家都這樣說, 神,我想我的生命好, 一定是處理我的婚姻, 因為婚姻不好, 每天都不開心, 是沒有力量的。 當我們願意去調教, 去幫助的時候, 盡量欣賞對方, 不要說,如果是我,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人人不同的, 我們就接受他的問題, 我們就回應他。 這樣的時候, 那個愛是會維繫這個關係。 實際上,婚姻有很多話說, 我今天不說那麼多了, 我只是說, 一個心, 一個心, 我想我的婚姻是神中意。 如果耶穌今天在這裡, 祂說, 你做得好, 你和你的丈夫太太做得好, 你的婚姻是蒙我喜悅的, 你的力量去侍奉神, 這個真是很開心的。 也都對於那些未婚的人, 就說, 你不要隨便有一個人跟你結婚, 你就跟他結婚, 一定要大家去尋找, 明白婚姻是怎樣, 男女相處是怎樣, 怎樣是有真正的愛, 而真的, 雙方都能夠付出愛去建立對方, 先好去結婚, 如果不是, 將來是非常痛苦的。 也有很多人說, 結婚之後會好些, 是不會的, 結婚之後是會壞些的, 除非你真是努力, 如果不是, 婚前的問題, 分後是會變得更加差。 我希望大家, 不要有一個假想, 結婚了就搞定, 是不會搞定的, 是我們一定付出代價。 所以我希望我們有這麼想的是, 我希望因為我恤許 zijn God, 我會克 Cody, 祈祥在我的無論如何後, 因為我自己的主事, 而我覺得民慫身心, 我們需要承 lee在一起, 練習關聯絡。 我樂於行為人向勝 Cav禮 costing, 我平 papa για钱 jaoma, 我來聊天, 你們可以偶 gl92。 如果要把大家工作是, 可以證實一下, 有我的頻道, 我變成電視向壯宗, 有很多不同的, 有我的電話ia。 如果你有需要 你可以找我的 那是不是我有空過頭 所以這樣做呢 不是 是因為我想幫助人 生命提升 被神使用 在末後的日子上不如月十 這個是我的目的 那如果你真的在婚姻裏面有困難的 你在YouTube 你可以隨時找到我的電話 那你就找葉牧師就可以了 不用找葉國財牧師 就是葉牧師找到我的電話 我是樂意幫助你 或者是你的教會 有需要在這方面學習的 都是可以的 連主祝福大家 能夠今天說 神啊 跟從你是最好的 我就輕輕鬆鬆 開開心心 喜樂地 榮耀神 喜樂地在婚姻裏面更加美好 在事物裏面更加美好 所以神祝福你們 讓你們享受你的婚姻 享受你的生活 享受你的關係 享受你的社會 享受你的禮物 神祝福你們 讓神祝福你們 神祝福你 祝福我們 祝福你 祝福我們 願神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同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